接下来半个月的时间里,魏无羡一头扎进了刀铃的研究中,有时还是夜战去逮人才没有陷入研究,忘记吃饭。 为了了解霸夏的情况,魏无羡和聂明爵打过几场。 聂明爵在全力以赴时才胜过魏无羡一两招,打得高兴的聂明爵对魏无羡印象更好了。 可惜魏无羡要研究刀铃,不能常常切磋,所以聂明爵把目光移到了夜战身上。 夜战与聂明爵切磋了几次,也是略输了一招,打得痛快的聂明爵与夜战倒是有了几分好友的样子。 因温家与聂家的关系,聂明爵与温序夜换相交时间长限,不过聂明爵与夜换的关系算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倒不是因为夜换的身份,而是因为夜换学的是阴谋算计。 虽说是聂家少主,聂明爵也不可能真是莽夫,但是聂明爵对这些弯弯绕绕的能避开的还是避开了来。 金灵台 金子瑶倾着温和的微笑,脸上挂着谦卑,一副听从命令的模样。 对面的金光扇眯着眼睛,将事情交给金子瑶。 金光扇嘴上夸了金子瑶两句,露出一点看重金子瑶的意思,然而心里却极为不屑。 上不得台面就是上不得台面,明明是在他金家长大的,用的还是些富人间争宠的手段。 也就是,看在够听话够机灵的份上,给点好处就能办事。 等金子瑶从大厅中出来,脸上仍然保持着温和的微笑。 几个身份低的金家弟子对着金子瑶低头行礼,称呼他为,瑶管事。 金子瑶向这几名金家弟子点头示意,叫出了他们的名字,与他们说了两句话。 没走多远,金子瑶就碰到大摇大摆走过来的金子勋。 金子瑶眼中闪过一丝冷光,很快就不见了。 子勋 金子瑶主动向金子勋打招呼。 金子勋扫了一眼金子瑶,抬了抬下巴,态度极为傲慢。 虽说金子瑶在金灵台极力迎合,但是对于金子勋来说,金子勋也就是个跑腿办事的下人。 和金子勋擦身而过,金子瑶回了他的住处。 以前孟师和他住在靠近金灵台下人的一处小院子里,就两间卧房和一间茅房。 在金子瑶做事后,两间房子就换成了一个小院。 之前孟师和金子瑶并没人伺候,吃穿差不多和仆人一样。 用普通人家的眼光来看,这已经很不错了。 有吃有穿有房子住,不用做事就有一日三餐,孩子还能上学。 然而在奢侈华丽的金灵台,这些普通一对比就成了寒酸。 特别是同为金光扇之子,金子瑶能噎金艳遇,受众人追捧。 而金子瑶却只能在金灵台一角,无人问津,吃着仆人一般的饭菜,穿着极为普通的衣服,甚至还要听着嘴碎的下人们偶尔的闲话。 金子瑶心里的不甘和愿对发酵成野心和欲望,她要把让金光扇后悔对她的无视,她要金灵台人人对她卑躬屈膝,她要别人知道她金子瑶是谁。 温元林在金灵台插入了几个钉子,有四人成功混了进来,其中一人是专门负责金子瑶的。 温元林的做法很简单,不让金子瑶和金光扇一条心。 只要他们俩个怀心思,这金灵台早晚会有事。 当然,温元林原本还想让人阻挡金子瑶学习。 毕竟温元林从前世经历来看,那时的金光瑶因出身轻楼,眼界不高,虽会些鬼欲伎俩,但是很多都上不得台面。 用金氏温元林了解到的来看,金光瑶的手段就是楼子里才用的。 金氏的金子瑶在金家,不说接受正统少主的学习,就是世家培养子弟的教学也可能让金子瑶比前世更有脑子。 前进金灵台并自己摸到金子瑶身边的钉子在接到任务时还犯了难。 毕竟金子瑶被金光瑶忽略,如果学得好,说不定就能得到重视与栽培。 然而这个钉子却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很难的任务却被轻易完成了。 因为金子瑶受不得金灵台里那些学生的议论和嘲笑,竟然就没去学习了。 这个钉子原本还觉得金子瑶有些聪明,事情难办。 经过这事后,只觉得金子瑶是有两分小聪明,可也就这两分小聪明了。 而后,这钉子按照温元林的吩咐给金子瑶提供青楼妓院里的那些手段伎俩。 因此,金子瑶长成了和前世差不多的样子,这也让金光善更加看不上这个出身低微的儿子。 他已经有了一个天资好又天真的嫡子,金子瑶就可有可无了。 要不是他就两个儿子,而且孟师的身份又是温元林定的,他怎么会理这对母子? 金夫人在知道金光善让金子瑶办事后,心中冷笑。 当初孟师和金子瑶的事,他一个世家女,要是连这都处理不好,怎么对得起家族的培养? 金光善想睡多少女人他不管,但是谁敢和子瑶争金林台,就是他的敌人。 喝着茶下着旗的温元林这些年过得越发闲事了,很多事已经不需要他操心了。 温家称霸仙门已经有条不紊的进行中,他就好好过着养老生活就行。 至于金林台的消息,是他拿来消遣的。 金家本身就是墙头草,如金巴巴地凑上来,他也不好用温家的力量去对付金家。 所以,金林台内乱才是最好的,两方人马闹得两败俱伤,削弱了金家才好控制。 而金子瑶的结局早就被他定了,就看他能蹦搭多久了。 半个月后,魏无羡夜站回了奇山,聂怀桑挥着小扇子和好友告别了。 聂怀桑有些依依不舍,因为魏无羡是个十分好的朋友。 加上两人某些方面还挺,臭味相投,这半个月过得还很有趣。 不过,聂怀桑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六天前,魏无羡要了一本极品春宫图说要给夜站分享。 他嘴上说着不太好,其实心里很想知道夜站的反应。 结果从第二天起夜站对他像不要钱似的散发冷气,差点没把他冻得穿棉衣。 聂怀桑扎嘴,明明是魏兄的提议,也是魏兄去做的, 为什么就对他一个人放冷气? 他偷偷去问了魏兄,魏无羡有些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 哎,夜站人很好的,我道歉再多说几句好话,他就原谅我了。 魏无羡说话的时候笑得无比灿烂,聂怀桑却没有得到有效的答案。 毕竟,魏兄,夜兄不是对谁都和你一样的。 聂怀桑默默吐槽。 两人还没说两句话,夜站提着石盒过来了。 聂怀桑打开扇子遮住下巴,夜兄你不是去除碎了吗? 夜站放下石盒,已经解决了。 魏英,常唱。 前一句是对聂怀桑说的,后一句是对魏无羡说的。 魏无羡打开石盒,眼前一亮,夜站,你太好了。 抬头看到聂怀桑有些异动的眼神,魏无羡道,怀桑兄也尝尝。 一阵冷气让聂怀桑嘴边的好字咽下去,不了,我还有点事,魏兄夜兄你们慢用,有事通知一声。 说完聂怀桑赶紧溜了,夜兄气势学来越强了。 这次事情,夜兄没有告诉大哥,他也别去打扰夜兄了。 要是让他大哥知道自己给魏兄提供春宫图,他的腿可保不住了。 聂怀桑这几天小心翼翼,还好魏兄和夜兄没有说出去。 送走了魏无羡和夜站,聂怀桑慢悠悠地躲步去了书房。 聂明爵并几位聂氏长老都在,几人面色严肃地小声说着什么。 等到聂怀桑进来,几人的目光又集中在聂怀桑身上。 聂怀桑先和这几位长老见礼,这四位长老都是聂明氏极为重要且功劳众多的人物。 不管是聂怀桑还是聂明爵对他们都得知晓贝里。 聂怀桑道,如今温家已是大势所趋,况且,这温家所为并无不可。 其中一位长老碾了碾和下长须,难保温家日后不会出什么岔子。 另一位笑眯眯的老者道,日后是日后了,现在这温家占尽名,利,在百姓中的声望可是独一份。 老者旁边的中年人道,温家所为比之其他世家的确更得人心。 监察辽起码对百姓求助有所帮助,加上天宫楼针对一些富裕百姓卖出的自保物品。 针对贫民师已以功代赠,让贫民在天宫楼做事或者监察辽做事,在百姓中口碑极佳。 这两年温家的动作聂家已然察觉,聂家对称霸并不感兴趣。 温家的做法,聂家也是考虑对仙门或者百姓有没有不妥。 这些年,聂家也是看到了世家和修仙者的所作所为。 既然温家能对这些世家和修仙者有所约束和震慑,那么聂家何必一定要反对温家呢? 基于温家监察辽和天宫楼的做法,再加上这些年百家的一些事,聂家对温家感官并不差。 聂怀桑也分析了温家的情况,既然温家做法对仙门和百姓并无不妥。 况且,温家对我聂家的示好恐怕也是让我聂家明白他温家不会做出什么损害世人之事。